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5月17日,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。 我们看到,今天护身指数是一个缩量调整的表现,截止收盘,上证指数是报收在3284.23点,下跌0.21%,创业板是报收在2293.64点,下跌0.02%,量能方面。 今天护身两市的量能也是创下了阶段新低,全天合计是成交了7800多亿,比昨天是减少了850亿左右。 北向资金这边,今天北向资金是净流入16.9亿,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今天下午北向资金是净流出了18个亿左右。 TMT这边,今天TMT族群的量能,战护身两市的比例是30.7%,还是继续在30%上下徘徊? 在指数方面,首先,我们想提醒大家,要留意,市场目前存在向下跌破3230点的可能。 对于这个判断,我们有四点理由。 第一,上证指数上方是层层施压,我们看上证指数的分时图。 昨天上午,上证指数跌破3300点时的支撑,是在3297点附近。 昨天下午,上证指数反弹受阻的位置,也在3297点附近。 而今天上午,上证指数反弹受阻的位置,同样是在3297点附近。 这样一来,就等于坐实了上证指数上方3297点的压力位置。 做一个比喻,这就好比室友之手,再把你一层层地往下压。 这对于大盘来说,并不是好事。 第二,今天下午3点A股收盘以后,我们看到香港恒生指数,以及新加坡A507指,都出现了明显的跳水。 第三,贵州茅台这几天,一直是在关键支撑位,做横盘整理。 一般来说,在关键支撑位置,这种横盘整理的时间越长,向下破位的风险,也会变得越大。 第四,今天离岸人民币是再度破7,如果美元短线不能尽快回到102下方的话,那后续我们就需要对北向资金的动向,多一份警惕。 因此,这样的环境下,我们不是说,上证指数一定会跌破3,230点。 但是,此时此刻,我们需要做一点,上证指数可能跌破3,230点的准备。 板块这边,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龙虎榜,然后再来聊聊,我们目前对于板块的看法。 那龙虎榜这边,今天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,一共有9家,其中来自TMT方向有6家,分别是,文化传媒板块的中国科传和天地在线,光通性模块概念的镇有9家。 科技,跨境电商概念的极红股份,教育板块的荣幸文化,以及人工智能概念的脱威信息。 目前,TMT方向的量能占比一直在30%左右。 这种情况下,虽然会有个股短打机会,但是操作难度比较大。 并且,目前,TMT族群四大方向都没有出现中线级别的买点。 所以对于TMT方向,我们还是建议,如果你的短打能力不是很强的话,那么对于TMT方向短线的个股机会,你可以直接选择只看不做。 再来看龙虎榜,随后是军工方向有两家,分别是中传防务和新于国科。 从中正军工指数的日线图看,目前军工这块的破底番并没有形成,但考虑到每年军工股板块,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活跃。 所以,对于军工方向,我们会建议先保持关注,操作风格偏稳健的,可以等破底番完全成型后,再开始介入。 再回到龙虎榜,今天龙虎榜上最后两家是,化学制药板块的亨迪药液,以及充电桩概念的迦南智能。 那对于新能源这块,考虑到目前新能源这块,有不少细分方向已经是切入到了上方的压力区间,比如充电桩和智能电网方向。 所以短线,我们认为,新能源这块的局部机会,大概率就是在几个强势的头部个股,以及那几个还没有触及上方压力区间的细分族群。 至于新能源方向,后续还会不会有机会,或者说新能源族群的反弹,还会持续多久。 对于这个问题,我们建议大家把关注重点,放在这一波新能源反弹,率先启动的充电桩这边,如果充电桩板块,后面可以完成对上方压力区间有效突破确认的话, 那届时,我们就可以再次开始关注新能源方向,至于化学制药。 考虑到目前大盘确实呈现出了逐渐弱势的趋势,所以,像医药和消费方向,我们认为需要保持一定的关注。 那对于板块,我们再补充两点。 第一,今天带领上证指数冲击3297点的是中字头板块和银行板块,所以,后续大盘能否开始再次开启反弹? 我们只需要留意这两个板块的动作就可以了。 第二,考虑到目前市场的量能持续萎缩。 这样一来,后续市场的活跃度也势必会跟着同步回落。 因此,对于短线操作,我们建议大家减少出手频率,只操作那些自己把握较大的个股。 最后,我们看一下,今天北向资金个股情况。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一个亿的,只有五家,分别是,宁德时代,昆仑万维,中国泰宝,力训精密,以及中国平安。 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前六名的,分别是,中国船舶,龙基绿能,五粮液,海天卫液,贵州茅台,以及三七户鱼,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 我们明天再见。 谢谢。 我们明天再见。